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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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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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大方场上也是没有什么宝宝了 断大方继续电过来 虽然宝宝的专人物的话 扛几手雷霆万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冠大方宝宝根本扛不住 断大方抱了一手三千多 断大方高连继续扯过来 冠大方继续烟雨清宝宝贯力武装的一个思路 冠大方直接选择拉一手地亭 冠大方的一个地亭是隐身的 是一只隐功吗 哎呦 冠大方这时候 这也是童子 这也是童子还逃跑了 冠大方继续烟雨 烟对来方的一手大龙龟 对来方继续托 对来方拉一手零刃的一个豹子 冠大方出孩子 冠大方人物 冠大方人物继续打 这个时候感觉对来方场上的一个单位有点扛不住了 冠大方人物的话 看一看怎么操作 冠大方人物 冠大方人物 对来方雷丁万军继续秒 双方来到第24回合 对待方继续天雷阴谷打过来,因为的话是一手顾伤,所以的话,怪难方的一个抗性高也是无济于事。 怪难方破碎对面的一个孩子,两千多血,对待方的一个孩子,蓝料的话,应该也是被打空了。 怪难方人物鬼眼加上,对待方继续电,怪难方给对面摇了一手方文侠,对待方也是跳了起来。 怪难方这手单法的话,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给对待方的一个龙龟,造成一定的一个困扰。 怪难方人物选择直接出顺法,秒对待方,对待方没有带七宝呀,这样的话对待方有点亏,单法直接秒掉了对待方的一个后排。 怪难方来,双方来到第三次回合,对待方应该是手里只剩下一只宝宝了,怪难方再给对待方通过。 对待方电过来,一下是电破掉怪难方的一个须名。 怪难方人物来一手生命的元臣。 对待方反手把怪难方人物给垫倒在地上。 怪难方日月乾坤,控制住对待方的一个人。 对待方天灵阴谷是不受日月乾坤的一个控制。 怪难方的这手怪星人的话又绿了。 怪难方孩子拉起自己。 对待方出一手绿色的一个大龙龟。 这手薰民秒过去,伤害的话,自己爆炸对待方的一个人物。 被怪难方终于压倒,对待方龙龟扶起自己。 但是并没有什么事儿啊。 怪难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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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难。 上